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各位你们有慢着性肺病 在急剧发作的时候会吸收很多痰 痰液变黄或者绿 有发烧 有发热 有严重的气粥 这些都是一些急性的征作 很多时我们在治理方面有一个治理计划书 治理计划书包括了你应该怎样去处理你的严重转变 其中包括了有抗生素或者是类固醇的药物 应该根据医生的治疗和将你的病情 告诉医生听 医住长期吃药 也都要根据医生的吩咐 在有病毒或者细菌的感染 很多时会引起急性的发作 但也都有很多其他的病发症 例如急性的心脏病 心脏衰竭或者是肺积水 肺炎 这些都是可以引起的原因 为了避免病情的恶化 应该有规律的食药 正常的使用级武器 割烟 增强营养 有规律的运动 这个是可以明显地 令你的病情和你的健康去增强的 新冠医生说 如何做医疗计划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和你的家庭医生 或者你的肺科专家 要做医疗计划 假如你的肺病情突然恶化的话 你和你的家庭应该知道如何帮助 是可以看到你去应付这个恶化的 现在和大家讨论一下 假如你急性发作的时候 应该如何防止到 第一 每一年要打一个流感针 每五年打一个肺炎针 第二 要按时去见你的医生和服药 第三 最多要避免不要吸二手烟 第四 当人烟沉的地方 尤其是冷性感冒的季节 人多的地方就不要去那么多 第五 要常常洗手 第六 要适当的营养和休息 第七 要保持你日常的运动和体验 第六 要保持你日常的运动和体验 第六 要保持你日常的运动